各位学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驻族管理师审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这一讲开始 我们讲第四边对特殊事项的考虑 一共包括五章的内容 从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七章 都属于我们第四边的内容 首先我对这一边进行个整体分析 这一边的内容相对来讲 大家学着非常抽象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它是我们在财务报表审计的过程当中 你需要额外考虑的一些事项 如果你考虑了这些事项 它没有什么异常 可能在你的审计报告当中 不会有什么体现 比如说我们涉及到这五章的内容 像第十三章对舞弊和法律法规的考虑 您高达上的驻族管理师 就是要做到什么 合理保证 你就是要合理保证能够识别舞弊 但你敢不敢说你一定能全部识别 不敢 所以我们柱的管理师 判断你有没有责任 不是以你发没发现错报为标志 而是看你不折不扣执行审计准则的规定 就因为我们管理层可能实施舞弊 那么包括我们第十四章的审计沟通 与治理层的沟通 与前后任的沟通 治理层是太上皇 皇上欺负你 你当然要跟太上皇去沟通 还有我们所说的第十五章 诸多冠军是利用他人的工作 一个是利用内审的工作 一个是利用前任的工作等等 这些还有利用专家的工作 这些我们都应该注意到 那么剩下的就是第十六章 对集团财务报本审计的特殊考虑 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特别特别重要的内容 重要到难以言表 因为每年在主管题里边必考这一章的内容 剩下第十七章对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 这五章我们都属于财务报本审计当中的额外考虑 因为它抽象 所以大家觉得它比较难背难理解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这一边里边考虑的因素非常非常多 你能每一个都背下来吗 考虑这个事项有一二三四四个因素 这第一个因素里边又有四五个或五个考虑因素 你不可能一个个都背下来 我还是那句话 这一边只能注重什么 理解 那么相对来讲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一个问题 这一边这五章的内容考试的提醒 客观题肯定是可以考的 而主观题会频繁的出现在这一章 那如果你要问我 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出主观题的 比如说第十三章第一节舞弊 还有我们所说的第十六章 还有我们所说的第十七章 比如说第十七章第一节的会计估计审计 第十七章第二节的关联放审计 第十七章的第三节持续经营 我们要考虑第十七章的第四节 对七章余额的审计 这些几乎年年都在主观题里边出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简答题综合题 最常考的是第十三章 第十六章 还有第十七章 您看个历年时期 您就明白我说的意思 那么除了这些章节 还有没有可能考虑 比如说第十四章 我们里边有一个与治理层的沟通 我将来经常爱说一句话 生活中有困难找警察 审计中有困难找治理层 还有我们所说的前后任的沟通 必要的四项核心的沟通内容 这都是考试爱考的 那有人说照你这么说 这不这五章都爱考简单 我有这么说过吗 实际上第十四章 与治理层的沟通 他常考的话就是一句话 什么话 你遇到了什么什么困难 于是我出了什么什么类型的报告 不对 应当先与治理层沟通 没了 而前后任注的外事沟通 也就是那四项内容是常考的 所以我们真正容易出简答的是 第十三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戳完提行了 我不得不还有一件事要给大家说 那么在这五章内容当中 它虽然是你财务报表审计的额外考虑 但是我们要注意相应的应对程序 比如说第十七章第二节 关联方的审计 如果我识别出或怀疑存在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那我应该采取如何的应对程序 那些程序看着根本就不像程序 但是实际上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应对程序 我不需要你背 因为他考试是考这些应对程序 大部分是考什么 客观题 你能注意到会描述 记住关键字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在讲这一边之前给大家说的 整体来说 这一边人家本身难度一般 但是你们认为抽象 你们认为考虑数多 你们给他下的定义是什么 难度比较大 但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知识点确实很多 很多人学到第四边 也就是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 确实学的很崩溃 没关系 只不过他的考点相对来讲 集中并非遍地撒网 这是对大家有利的一方面 所以咬牙坚持着听完这一边 你会有另外一番收获 综合题里边也有可能涉及到这一边这种 我不再给大家单说 这是我在讲这一边之前 整体给大家进行的一个说明 那么都说完了 下边我们开始看第十三章 对舞弊的考虑 这是第十三章第一节 还有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是第十三章的第二节 这两节的重要程度可不一样 如果对舞弊的考虑 我给你五颗星的话 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我可能勉强给一颗星 因为我们著作怪计师最怕的是舞弊 因为舞弊有时它是故意行为 是一种虚假行为 我们很难被发现 这也会给我们著作怪计师带来风险的 但是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考试是偶尔会涉及到一个客观题 所以这一章最最核心的内容是第一节 而不是第二节 首先我对这一章进行个考情分析 这一章还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它之前就之前在第十三章第一节 对舞弊的考虑 原来一度考简答题 甚至在综合题里边也会考到这一章的内容 比如说考综合题怎么考 舞弊不就是一种故意行为吗 我随便跟你说一件事 我说有人举报营销经理贪污 不公款 这不就是舞弊吗 您记得不记得在前边第四章时我们说过 如果面对舞弊或者是系统性误差 我们扩大样本规模是无效的 没错 考试他偏偏跟你说 我应该继续抽查相应的支持性文件 错 您扩大样本规模是无效的 另外舞弊不是特别风险吗 他说我面对舞弊 我应该实施控制测试 错 我们特别风险至少要有实质性程序 但我不排斥控制测试 你能不能单独以控制测试来得结论 不能 这不就是考点吗 没什么特别的 近几年的平均分支大概是在五分左右 2021年考核了单选题和多选题 但是这一章尤其第十三章第一节 一定给我至少至少掌握到简答题的程度 掌握到主观题的程度 那有人说老师你怎么不提第十三章第二节 偶尔考一个客观题还不是年年有 我提的没意义 这是这一章的考经分析 这一章的教材变化实际就是针对舞弊导致的认定层次的重大错保风险 实施的审计程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细节上修订 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 其他内容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我就不再说了 那么这一章的基本框架结构就是两节内容 第十三章第一节 财务报本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责任 我可以给他五颗性 相对来讲一共九个标题 并非每个标题都要求你重点掌握 那么但是有一些内容 我还是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 比如说尤其是应对舞弊导致的重大错保风险 还有我们风险评估程序和相关活动 如果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保风险 也加上三四五这三个标题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十三章第一节 第十三章第二节是财务报本审计中对法律法规的考虑 说了六个标题内容很多 但是考试时基本也就考一分 多着时有时考两分充其量 这是基本框架结构 那么该说的都给大家说完了 下边我们正式开始讲解第一节 财务报本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什么责任 我们看标题 舞弊的种类和概念 先看第一个舞弊的概念 舞弊实际一定是一种故意行为 是谁一定是被审计单位的皇城管理层 太上皇治理层或员工或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段 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 中国有句俗话无利不及早听说过吗 他一定为了获取不当或非法的利益而故意采取的一种行为叫舞弊 将来他考试的时候有一种提醒说下列属于舞弊行为的有 你照读出故意那他就是舞弊 如果他说因为过失因为疏忽 这不是舞弊 舞弊一定是主观故意 我们直接看这道多前提 贝选一代位进行会计处理时存在下列情形 其中属于舞弊行为的有 一定要读出两个字是什么 故意 人为不恰当的调整 没错 这是故意的 会计估计所依据的假设及改变原先做出的判断 都不用往后读 只要读出故意 他就是舞弊行为 第二 由于疏忽和误解 这是故意的吗 不是 所以他不是舞弊 有关事实而做出不恰当的会计估计 第三 故意推迟 这是主观故意 这是舞弊 确认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事项 第四个 滥用或随意变更会计政策 这是故意的吧 所以他属于舞弊 这样的选择题 您老人家必须会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C D 那么括号舞弊的种类 我们面对注册会计师审计 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的这种故意行为 会导致一些错报 我们把这种故意错报分为两类 一类叫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导致的错报 还有一类是侵占资产 导致的错报 不言而喻 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导致的错报 很可能导致我注册会计师 将会面临的重大错报风险 所以我注册会计师高度关注 那有人说侵占资产 导致的错报 跟你注册会计师有啥关系 有 他账上明明记载着 他有一个翻页器 如果实际他这翻页器 让人给偷了 那是不是账上就几多了 它影响了我们所说的资产 那哪个认定存在 认定不就是跟我注册会计师有关吗 所以我们说跟财务报告审计相关的故意错报 包括编制虚假财务报告导致的错报 和侵占资产导致的错报 在这我把这两类错报 简单的给你区分一下 先说编制虚假财务报告导致的错报 它涉及到的主体 通常只有一个是什么 管理层 您忘了一件事吧 管理层谁啊 皇上是谁啊 是行为人 他是在治理层太战皇的监督下来编报表 报表就是他编的 那么将来如果编制了虚假财务报告 我要问你主体是谁 一定是管理层 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编制虚假财务报告 是通过操纵利润来影响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那有人说这个操纵利润到底是高估还是隐瞒呢 如果我要问你你是虚增收入还是高估收入还是低估收入主要取决于什么 你的动机 你的目的 比如说我为了招投标 我为了上市 那这时我可能会虚增收入 虚增利润 而如果我要为了降低税负 我可能会隐瞒收入 隐瞒利润 所以操纵利润并不一定每次都是高估 我可能是为了粉丝报表 我可能是为了降低税负 不同的动机和压力项 我采取的手段是不一样的 但您要记住的是 它涉及的主体一定是什么 管理层 而另外一类错报叫侵占资产导致的错报 我说过它跟你资产的存在这个认定相关 它涉及到的主体有可能是管理层 有可能是其他员工 都有可能 而编制虚假财务报告导致错报 只会涉及到管理层 比如说咱们先从小的说 员工盗窃金额相对交小且不重要的资产 比如说我把一个订书器拿回家了 我把这个书签笔拿回家了 是不是叫侵占资产 对 但是公司以为这个东西还在它的账上 他还记载着这不就违背了存在这个认定吗 当然侵占资产也可能涉及到什么 管理层 如果把员工理解为小蛀虫 那管理层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蛀虫吗 将来管理层在公司里边位高权重 他可是皇上 他至少是总经理副总经理级别 他会跟普通员工说你出去 我办点事 最后他就把公司的钱物拿回他们家去了 所以对于他来说 如果侵占资产他的手段很难会被发现 这是涉及到的主体 将来您可要会区分 他说下列故意错报属于编制虚假财务报告导致的错报 您就奔着管理层去选 而侵占资产导致错报可能是管理层 可能是其他缘故 那么舞弊的方式用备码不用 他只是一个举例的形式 比如说我可能想粉丝报表高估利润 我也可能为了降低税负隐瞒利润 比如说我对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记录和支持性文件进行操纵 弄虚作假 包括伪造呀 变造呀 篡改等等 还有在财务报表中错误的表达和故意的漏迹事项交易和其他重要信息 还有故意的错误使用于金额分类列宝披露相关的会计原则 比如说我明明这个债权性投资应该划分为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您却给我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不就是故意错误使用会计原则吗 这都是跟虚假财务报告导致的错报相关 而侵占资产导致的错报 坦白的来说 您不论是普通员工还是高级的管理层 您能把公司的资产挪到您家去 是不是也在说明一个问题 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是无效的 或者至少说不好 对吧 比如说我可能贪污收到的款项 我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员 但是因为你公司的内部控制不好 你收回来的销售款 你没有及时送交财务 我把公款存入我自己的私人账户 这不就是挪用公款吗 再比如说我们盗窃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可以吗 可以 还有使被审计那位对未收到的商品 或未接受的劳务付款 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回扣 很简单呀 这个回扣实际上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方法 比如说明明我是低价买的 但是我让人高价开一张发票 我应该是三千块钱 真真正正 我买三千块钱东西 我就跟商家说 你给我开一张五千块钱的发票 商家肯定不干 商家说我要交增值税 那你多让我开这两千块钱增值税 谁给啊 销售员或者采购员说 这两千块钱对应的增值税我给你 然后你给我开五千块钱的发票 比如说这两千块钱对应的税 假如说是一百块钱 我多开了两千块钱的发票 我拿回去报销就能多报两千 我即使扣掉给商家的一百块钱税点 我这采购员不还赚了一千九吗 可以用这种方式 其实就是侵占资产导致错报 还有将备审计单位的资产挪为什么私用 不用备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提示大家两句话 压力和动机可能是某些行为上升到 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成果 我单位资金链断裂了 我经常给大家举着例子 我原来有个学生 他们是一个物业公司 他们运行的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我先买下了整栋的办公楼 然后我给自己的办公楼提供物业服务 但是这个单位最后破产了 为啥呀 他在买一栋办公楼的时候 他的后续资金没跟上 前期资金已经花进去 但后续资金没跟上 他资金链断裂了 对不起 最后他就是破产了 如果我就处于生死边缘的地步 我急需一笔贷款 但我又非常清楚 我这个报表拿给银行 银行不会把款贷给我 那我就会因为这种压力上升到 我把报表给改了 见过该假报表的吗 随便上网拿出一份上市公司的报告 他给每个数字都乘以十 这个报表平衡关系没有被打破 所有的数据 你看着都是非常符合逻辑关系的 但他就是一个虚假的财务报告 一定是有压力 有动机 我才会编虚假财务报告 否则谁编假报告呀 那么第二个 在某些倍是你才被管理层 可能有机会大幅降低利润 以降低税付 这时我会隐瞒利润 或虚增利润 以向银行融资呀 招投标 所以你要跟我说编制 虚假财务报告导致的错报 到底是高估还是低估 你要先问我的动机和压力是什么 他在表达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所说的标题一 标题二 智力层是谁 太上皇 他是负责干啥的 监督的 管理层谁 皇上 他是干什么的 编报表的 管理层是行为人 是在智力层的监督下来编报表 而我诸葛冠冀师是干啥的 审报表的 所以标题二讲的是 智力层管理层的责任 和诸葛冠冠师责任 不用背 能听懂就可以了 首先智力层和管理层的责任 对防止舞弊的发生 有责任 就跟你们家的孩子 是不是你平时就要对他教育 一防他走上犯罪的道路 防止你是有责任的 如果你没防止了 你发现舞弊 你也是负有主要责任的 因为背审计代位都是你们家的 当然你作为皇上太长皇 要不你能防止舞弊 退一步 你防止不了 你能发现舞弊 负有主要责任 我们真正的模式是 管理层皇上在智力层的监督下 高度重视对舞弊的防范和遏制 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有一件事 智力层是太上皇 他是负责掌舵的 负责战略方向 负责监督的 他的监督包括考虑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 啥意思 一言堂 谁都不听 过去我们经常说皇上要听觐见 那种阎官的话 他一点都听不进去 他就是独断专行 这不就是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吗 我智力层的监督就是防止你听不去任何人的劝 中国有句俗话叫听人劝吃饱饭呀 还有对财务报告过程施加其他不当影响的可能性 你有没有发现舞弊是你们管理层治里头的事 你要防范 你要遏制 治里头你要监督报表 防止发现舞弊 防止出现舞弊 这都是你的责任 而我著作怪记师的责任是啥呀 大大的送您三个字 审 报表 怎么审 不扣 不扣的执行审计准则的规定 所以著作怪记师对于发现舞弊的责任 我们说几句话 著作怪记师有责任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 获取财务报表在整体上是否不存在 由于舞弊和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 啥叫合理保证 接近但不等于百分之百 由于审计的固有限制 不要想蒙后过关 你能告诉我审计的固有限制是什么吗 财务报告的性质 审计程序的性质 合理时间内以合理成本完成审计工作的需要 即使我不折不扣的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恰当的计划执行了审计工作 我著作怪记师也不能对财务报表整体 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绝对保证 他在告诉你什么 我著作怪记师成不承担责任 跟能不能发现所有重大错报 没关系 我是要看我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 如果我真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 哪怕我有错报没发现 我照样不承担责任 这是不是在第一章我们就在表达这个意思 没错 那么第二个 我相对来讲再给大家稍微说几点说明 先说关于风险的 舞弊是什么 故意行为 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未被发现的风险 你一定大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未被发现的风险 他在告诉你什么 错误更容易发现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第一舞弊可能涉及到精心策划和蓄意实施 以进行故意隐瞒 张三说他头晕说他不舒服 是不是他的一种故意行为 太人到最后都没有发现 或者是管理层故意向住的怪力车提供虚假的陈述 我给你提供的队长单就是假的 我给你提供的股东会基要就是假的 您能判断吗 防不胜防呀 第二 如果涉及串通舞弊 诸多怪技师可能更加难以发现 虚意隐瞒的企图 另外第三个 故意的串通舞弊 可能导致原本虚假的审计证据 被诸多怪技师误认为具有说服力的审计证据 这就是舞弊更难被发现 那么在这儿我还想补充几句话 就是因为舞弊是故意行为 就是因为即使存在舞弊 我诸多怪技师也可能发现不了这重大错误 那我诸多怪技师就自暴自弃了吗 不是 真正的做法 我诸多怪技师应该在审计过程中保持什么 只也怀疑 我时时刻刻脑子里边绷着这根响 我一定要认识到确实存在舞弊 导致重大错暴的可能性 而且我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有效的审计程序 我能发现错误 我却未必能够发现舞弊 这时就要求什么 道高一时磨高一丈 就好像我们所说的那种 比如说过去我们演的那种特战片 那种特务 它隐藏的特别特别好 您可能如果是普通人 你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面对这种特务 经过专门的训练的 你能看出来吗 不能 就这意思 第二个 在舞弊导致的错暴的情况下 固有限制的潜在影响 尤其什么 重大 那么第三个 如果在完成审计工作以后 发现舞弊导致了财务报本的 重大错暴 特别是串通舞弊 或伪造文件记录导致的 重大错暴 并不必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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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德怪吉士没有遵守审计准 我不怕麻烦 我再跟你说一下 报表是谁编的 编报表的记住了 是我们所说的管理层 将来他的报表里边 如果有错报 我根本不问什么原因 不论你是有意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舞弊 还是无意的行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错误 你管理层都脱不了干系 实际这时还有一个人脱不了干系 因为你治理层是监督边报表的 他边你监督 你们铁定脱不了干系 不论是哪一种错报 但是我高达上的诸德怪吉士 我是审报表的 那我诸德怪吉士 将来我承不承担责任 是以发明发现错报为标志吗 不是 我是要看 我是不是不折不扣的 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 如果我不折不扣的 真的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 那么几乎我可以断定 所有由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都是能够被识别被发现的 但是你绝不敢说 有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 你一定能被识别 能被发现 所以将来诸德怪吉士 承不承担责任 不是以发明发现 所有重大错报为标志 而是要看你是不是不折不扣的 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 哪怕我有重大错报 没有发现 只要我不折不扣的 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 结论是什么 我没责任 就这意思 这一段文字要表达的 就是这个意思 翻来覆去 这些话 您一定要能明白 那么在这儿 您不是说诸德怪吉士 承不承担责任 是以你是不是不折不扣的 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实施了审计工作 分为标志吗 那我将来就要从哪些方面判断 你是不是不折不扣 执行审计准则的规定 第一个你是否根据具体情况实施了审计程序 第二你是否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件 第三你是否根据证据的评价结果出去了恰当的审计报告 我高档上的诸德怪吉士 其实我整个的审计流程 不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定计划 然后我们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 然后我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件 最后我根据我的审计证据 我出具相应的什么审计报告 如果你在实施审计程序的时候 一共有七个程序 你选哪几元大将如何组合 这是你诸德怪师职业判断 你的审计证据是不是数量充分 质量是实当的 这也是你诸德怪师职业判断 你是不是出去了恰当的审计报告 也是你诸德怪师职业判断 所以我评价你是不是不折不扣的 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 我就可以从你选择的程序 获取的证据出具的报告当中去判断 有人说咋判断 比如说我们观察只能获得 十点证据 很难做到一贯 我们检查一定要留下运行轨迹 分析程序肯定不能用于控制测试 不能用于了解那不控制 你用了 再比如说你想实现完整性 你最好不能给我用寒证 您却用了 这个您能说您不折不扣的 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吗 不能 这块内容 这个三条评价标准很重要 不止考过一次客观题了 您老人家要注意 2021年就考了这个多选题 下来各项中 予于判断 著作怪记师是否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了审计工作的由 A 著作怪记师在具体情况下实施了审计程序的恰当性 没错 第二个 著作怪记师获取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适当性 没错 第三 著作怪记师是否识别出财务报表中存在的所有重大错报 错了 我承不承担责任 是看我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 而不是看我是否识别出所有重大错报 哪怕我有重大错报没有发现 我只要不折不扣的执行了审计准则的规定 我也没责任 第四个 著作怪记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的恰当性 没问题 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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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